一个人瞧不起你,不是你差,而是这几个原因,明白的人是真聪明,很喜欢这样一句话,别人看不起无所谓,你又不稀罕接来之事。人要自己看得起自己,才有尊严。 人在社会上混,不管你混到哪一个阶层,都是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的,比你高的人会瞧不起你,比你低的人会巴结你,心穷的人会仇视你,和你竞争的人会算计你,和你同级别的人会排挤你,真正志同道合的人少之又少,因此说,一个人瞧不起你。 不是你差,而是这几个原因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诸子国学,掩盖内心的自卑,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,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,就越是缺少什么。 内在价值感越匮乏的人,就越容易去炫耀,去伪装,去营造自己的人设,比如说,越穷的人,就越大方,这叫穷大方,一起吃饭时,条件好的人都习惯, 你不欠我的,我也不欠你的,两清,而穷人就喜欢抢着买单,因为他穷,所以他十分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,因为他没钱,所以他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穷鬼,看不起你的人也是如此,没有棱角,棱角是一个人自卫的武器,抗击的力量,有棱角的人,别人会理让三分,因为把他惹几眼了,谁也没有好果子吃,而没有棱角的人,唯唯诺诺,结果只会让恶人猖狂, 让众人轻视自己,大一哥朱之文,原是山东合则的一个农民,因一次机会走上央视的舞台,凭着深厚的唱功征服观众,从此走红,但他依然住在农村,保持着农民的淳朴和厚道,乡亲们纷纷来和他借钱,他有求必应,但借出的几乎时辰大海,熟人让他捧场,他一律答应,哪怕一些场合,根本不适合他,后来,朱之文开始婉拒一些人, 比如借钱和捧场,这让大家不能接受,纷纷指责他,自以为是目中无人,朱之文只能向大家道歉,一次,有人邀他合影,朱之文拒绝了,哪知对方一脚踹开他家的大门,态度非常嚣张,而朱之文陪着笑脸,一脸无奈地走出来,虽然朱之文有名气,有成就,有粉丝,但他活得很委屈,很无力, 关键原因就是他没有棱角,嫉妒你,嫉妒你的人,也会瞧不起你,有一种人口是心非,明明心里很想要,嘴上却说不要,明明内心特别羡慕你,嫉妒你,却说着一些诋毁你,贬低你的话,心理学上讲,当两个人处于同等资源的竞争下,很容易因为竞争而产生一系列的对立,团队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,不会因此对立,因为他们不是对手,第二名往往会跟后面的人产生对立, 为什么,因为第一名,遥遥领先于后者,让后者只能望其向背,而第二名与之后的人,差距很小,稍不注意,就会被拉下来,瞧不起,贬低,指责,甚至使出一些小手段,这些都是彼此竞争的手段,任何领域,其实都存在竞争的关系,而有了竞争,有了对比,就会产生情感与心理上的对立,不懂拒绝,在圈子里,你似乎就像一个工具人的角色,为什么会如此,最本质的原因是, 你太好说话,从一开始,你就摆出了底线很低,没有原则的姿态,他们一次次侵入你的生活,试探你的底线,直到他们确认,哦,原来你这么好说话,害得我还准备那么多好听的话,现在看来没必要了, 有句话怎么说,这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自然就出现了路,用在社交中也是如此,别人本来不会轻视你,不会看不起你,就因为你太好说话,接受的次数多了,大家才会轻视你,倘若你从一开始就有底线,有原则,明确的拒绝,会发生什么? 他们会想,哦,这件事你会拒绝我,下一次不能再提出类似的事情了,人性的弱点就是,你越是接受,越是软弱,越是好说话,对方越得寸进尺,你越强势,越有原则,别人越不敢轻视你,实力弱小。 司马迁说,天下兮兮,皆为利赖,天下攘攘,皆为利王。 很多时候,一个人是否会尊重我们,取决我们自身的价值,如果我们价值高,能够为对方带来很大的利益,那么,对方便会把我们奉为上宾,反之,如果我们价值低,不能为对方带来好处,那么,对方便会对我们不屑一顾,势力之人所尊重的,只是一个人的财富与地位,而不是人本身。 面对势力之人的轻视,最好的办法,就是不断沉淀自己,强大自己,当自己变得足够强大,有了高价值,那么,那些势力之人,自然会改变嘴脸,谷语云,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。 真正厉害的人,面对不如意之事,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他们通过改变自己,来影响他人,而见识短浅的人,只知道一味地埋怨他人,最终,只会让自己困在原地, 不断沉沦,承认你优秀,让他们感到痛苦,一个人瞧不起你,更多的是,出于一种维护自尊心的需要,他们如果肯定了你,往往就会反衬出自己的狼狈和无能。 所以,他们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,只能通过瞧不起你,数落你,否定你,去平衡他们的内心,他们有这样的表现,其实深层原因是,他们的内心有一些痛苦, 例如,他们过得贫困,见你过得滋润,就可能心生不愤,他们家里鸡飞狗跳,而你家庭美满,也会引起他们的记恨,被极度之火灼烧的他们,没其他办法抚平自己的创伤,就只好对你表现出不懈和挖苦,才能舒服一点,毕竟,承认你的优秀,会让他们感到痛苦,现在你是不是觉得豁然开朗了,现有偏见,偏见,就是我们对看待事物,总是会先入为主,带着自己的主观意识,去看待事物。 心有偏见的人,在生活中很常见,就如同有的人看见女性穿的花枝招展,或看到别人身上纹着纹身,就认为他们不是好人,这种有偏见的人,看事物没有理性,很容易得罪人,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观意识是对的,总是以偏概全,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错误的思想,别人不会尊重自己,更会看不起自己,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,举个例子,一个人每天不务正业,无所事事,日子过得糟糕极了, 她很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人,过着什么样的日子,她明白,在自己的人生里,就是个失败者,但她看到和她相似的人,还是会看不起对方,原因是什么? 看不起对方能让自己焦虑不安的情绪,得到短暂的慰藉,这是一种自欺欺人士的情绪转移,实际上,她心里面想的是,看来我也没那么糟糕,比我差的人还有不少呢,越是无能的人,越擅长极度,越是狭隘的人,就越不能容忍别人的成功,就算得不到,也毁不掉,语言上的攻击,给对方制造些麻烦,对她而言也是一种心理安慰,自己过于卑微, 爱情的本质是什么,是吸引力,比如说,有人喜欢长得好看的,有人喜欢生意好听的,有人喜欢身材好的,有人喜欢有才华幽默的,但唯独没有人喜欢舔狗,对于被爱的人来说,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舔狗的尊严,只是在享受舔狗为她的付出,毕竟,白来的利益和好处,谁不愿意接受呢? 舔狗毫无保留,毫无底线的付出,只会让对方越来越瞧不起她,在亲密关系里,当你放弃自尊,放弃尊严,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那也就意味着,你在对方眼中一文不值,倘若你没有足够的吸引力,没有闪光点能让她对你刮目相看,那你就只能等待着利益被榨干后,被她随意丢弃,餐食简单,如今的生活节奏很快,每个人都像陀螺一样,连轴转动,只为碎银几两, 提高生活质量,保证生活品质,周边那些条件好的人,单从别人的饮食方面,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经济条件如何,若是每顿餐食都有荤有素合理搭配,加上特别注重食物的新鲜程度,不用说这个人的经济实力,一定能够称得起他本人的消费水平,所以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,相反,生活在底层的打工人,因为能力有限,挣的钱有限,恨不得一分钱败两半花,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, 对于餐食,哪里还敢讲究荤素搭配,唯有填饱肚子才最为重要,不上进,一个男人不上进,就像是家里有个大猪虫一样,让这个家不会变好,让这个家越来越糟糕,电视剧《我的钱半生》中,白光就是一个很不上进的男人,看似总喊着要去赚大钱, 却舍不得出苦力,也无法安心去努力,总是想投入一两万,然后赚大钱,一开始子群总是给他钱,让他去做生意,也总是相信他, 但每次白光投钱之后,就开始摆大老板的做派,不愿意静下心来努力,最终没有一次成功的,最后他直接摆烂, 一个男人不上进,会毁了一个家庭,让一个家庭的生活越来越糟糕,让家庭的氛围也越来越差,这样男人,没有女人会看得起,能力不够强遭人轻视,演员黄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 当你红了以后会发现娱乐圈全是好人,这句颇具讽刺意义的话,却蕴含了无数现实与心酸,张小斐红火之前参加节目只能站在边缘处,而当他拍电影红了之后,却又得到了格外的照顾, 这就是现实,世间处处存在的现实,弱者受人欺凌,强者受人敬畏,你的能力处于何种段位,就将决定你受何种待遇,身边人轻视你,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目前层次较低,不足以引起别人的重视,对别人的价值太低,一个人被人看不起,主要的原因是对别人没有用处,对别人的价值太低, 所以别人瞧不起,也就是说,这个被看不起的人没有什么才华,根本没法帮上那些瞧不起他的人,一个人能被人瞧得起,就必须有耀眼的才华, 而且这种才华是多数人都没有的,是多数人根本一辈子都追赶不上的一种能力,才华会带来财富,从赚钱上来看,就是这个人年入百万,年入千万, 这种高收入的人被别人看到了,很快就会被人瞧得起,一个人如果收入非常的低,就会被别人瞧不起,总之,当一个人看不起你时,你不应该让他们影响到你,而应该以一种冷静,自信,远大的姿态去面对这个问题,正如罗曼,罗兰曾经说过的, 如果你无法改变周围的人和事情,你就必须改变自己,你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素质和技能,并始终保持着自信和大格局,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路上往前走得更远。